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起在称堂关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多高兴啊 你是后悔驻州返州 当然不是 上州不仁早晚会亡 就算他不亡 朝中大臣纷纷遭到残害 也早晚会轮到我们的父亲 只是他还未深受其害 所以还保着忠贞不二的气节 华胡雕 他又来干什么 莫非是魔理兽派来害我们呢 我是杨姐 我来救你们 可是我父亲 你们不走 就被大窝临头了 大哥 我们还是先回西齐 再想办法救父亲和母亲吧 二弟 快 走 快 从这儿走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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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人哪 来人哪 地左兵 有什么事 我的两个镊子金扎木扎逃走了 他们怎么逃走的 有敌人潜前来救他们吗 我看 是那只花湖雕给救走的 花狐雕救了你的儿子 我们还是去讲文太师吧 江子鸭也是个奇能异士 如果他能归附朝歌 定能为国立功 可惜啊 他依附反叛 落得个如此下场 他被花狐雕吃进肚子里去 就算有神话也救不了他了 明天我们兄弟四人 就去叫西齐开城投降 报太师 什么事 警察木扎逃走了 怎么让他们逃走的 李总民说 是花狐雕救走他们的 什么 花狐雕会救走你的儿子 我想是的 我进去的时候 看见花狐雕在营里 我立即叫来了守卫 花狐雕这时候却溜走了 我寄来此禀告 李静 你撒谎也编好一点故事 我的花狐雕 怎么会放走你的儿子 这不是笑话吗 我说的全是实情 请太师明察 李静啊 想不到忠心报国大义 也敌不过你爱子心切呀 太师 真的不是我把他们放走的 这么晚了 你还去求营干什么 我 我是想送点东西给他们吃 可是 我一进去就看到 别说了 把他看守起来 明天先押回朝歌 等候发落 太师 我是冤枉的 走 太师 我是冤枉的 你们逃出来 文太师一定不会放过 你们的父亲 要是这样 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 你们回去 也救不了他的 是啊 你们回去 也会被文太师 一并解回朝歌去治罪 那我晚上进去 把他带回西起来 这也不行 你父亲对你有成见 他一定不会跟你走 如果他不肯 我就用武力把他抓来 三弟 你不能这样对待父亲 是啊 他毕竟是你我三兄弟的 生身之父啊 不如我们再去救他吧 不 他现在无心归州 你们怎么说也没有用 丞相 商营的摩家四将在城外 叫我们开城投降 看来 他们以为花胡雕把我和武王吃掉了 想要让我们开城投降 丞相 不如将计就计 趁他们不备 埋伏兵马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不 先查明虚实 再做打算 我这就领兵出城去 看他们说些什么 我和你一起去 好 不过 先不要和他们动手 那里有杨检在 先查明他们的意图 再回来商量对策 黄飞虎 怎么不见你们丞相出来 为你们这两个人物 也用不着我们的丞相出面吧 只怕你们的丞相 永远也不会露面了 像你们这些微末本领的人 还想杀我的师叔 就连我两个哥哥都囚不住 那是李靖放了他们 不然他们怎么逃脱 你这小子想去救人 也尝过花胡雕的厉害了吧 你们的花胡雕的确厉害啊 当然 你们不要再装蒜 江子牙跟季发 已经给我们的花胡雕吃掉 还是快开城投降吧 别多废话 我们绝不投降 我看不动武是不成啊 我最恨这小子 你放花胡雕把他吃掉 我把反贼黄飞虎抓回去 押送朝哥治罪 已经反叛之勇 好 不止 护 пере为何 怎么办 走 守弟 守弟啊 快走 我背起来 快走 守弟 守弟 你死得好惨啊 摩家四江 为国效劳 想不到寿险帝 近日 捐去沙场 想不到那花胡雕 竟是杨俭变的 此战之伴 我文重 有失策之罪 我对不起国家 也对不起 你们兄弟 这是敌人的诡计 不是太史的行兵之过 要将西齐征服 更要私以良策 先将守贤弟埋葬 再谋客敌之机吧 大夫 我儿子的伤怎么样了 贵公子的伤 我想梵间的药物 也无可医治了 对不起 我无能为力了 我从小就离开父母亲 这几年来在山上 我很想念他们 谁知 到我下山的时候 连母亲都见不到了 现在 只剩下父亲和爷爷 到我死了以后 你要好好孝顺他们 不 哥哥 你不能死 你也不会死的 弟弟 我被那法宝所伤了 是凡人不能救治的 那我就去请个仙人来救你 父亲 哪里有仙人 我去请他来救我的哥哥 爹和你一样 很想救你哥哥 可是 爹也不知道哪儿有仙人 可以救他 可以请他的师父 道德真君来 或者可以救他 对 华儿 你的师父一定可以救你啊 不 我不能回去见师父 为什么 我这次下山 是因为思念父亲 私自下山的 我们昆仑山门人 最要紧的 是众师门之命 我背识下山 师父一定怪责我 一定不肯理我 去求求他 相信他不会不念师徒情分的 王爷 江丞相和南宫将军 他们前来探望公子 快请 是 江丞相和南宫将军 有劳你们二位了 小松儿只是一个小辈 怎敢有劳丞相的大驾 天花的伤怎么样了 师叔 弟子有伤在身 不便行礼 不要动 给他治伤了吗 大夫说 他的伤非凡间药物可治 一定要他的师父 才能救他 可是他私自下山 不敢回去见师父 这样吧 你送他去 看在你们父子之情 他师父一定会答应救他的 我送他去 可是 清风山紫阳洞这么远 恐怕未送到他就 这不要紧 我可以施法送你们去 事不宜迟 你快报起电话 到外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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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 天皇 哪里是紫阳洞 哪里是紫阳洞 天皇 天皇 哪里是紫阳洞 我恐怕不行了 不 我一定要救你 来 天皇 好 来 来 父亲 别管我 快走吧 天皇 你不要怕 如果我在 绝不让他伤害你 好 快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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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 你就大慈大悲救救小儿吧 如果能够一命换一命 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换华儿的命 你爱子之心虽然可敏 可是他撕下山门闯下杀身之祸 也是应有此劫啊 郑君 他撕下山门违背师命 是他私卿情妾 至于他的受伤都是为了救我 请郑君念我父子的情分上 慈悲为怀吧 半年你们父子之情 我才救他 你看 京霞不是在为他吃还魂丹了吗 多谢郑君救活小儿之恩哪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徒弟 能见死不救吗 只不过 我这起死还魂丹便来不易 需要一百种灵山仙草 在炼丹炉中炼千日才能成功啊 要是这种相救 小儿一定不能活命了 多谢师父救命之恩 起来吧 你违背使命私下山门才有今日之急啊 弟子知错以后再也不敢擅自下山 今后遵我师父教训 你今后不用在山上跟随我了 师父 你要将我逐出山门 郑君 请你收回成命吧 徒儿 起来吧 我哪里是要把你逐出师门哪 只不过你该去驻周伐咒替天行道 等你伤势完全复原之后 就随你父亲下山去吧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这千年披血保健 这千年披血保健 在山山吸收了日月精华 成了金 今天给我大灰圆形 为师就赠给你 诸奸灭恶之用吧 多谢师父 西齐杀了我们一员大将 大胜了一场 这两天 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看来江子牙正在部署 攻打我们的策略 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用元神出鞘 到西齐内功把技法杀掉 好 不过这可是个险招 这为何是个险招 当我做法的时候 在我的身前身后 都要点上灯火 这些灯火千万不能熄灭 要是灯火一灭 我的元神就归不得位了 我让吉利将军来守护你 好 母后身体如何 这些天好多了 太后 喝了这盅人参鸡汤 就请休息吧 西齐连年战争 名声极苦 宫内也要省着点 以后不要弄这些贵重的东西 给我吃了 母后 母后 宫内我们尽量节省 不过您近来常常睡不着觉 补补身体也是重要的 我睡不着觉 是因为朝阁屡次派兵为成 也不知道 何年何月 才可以令百姓安向太平啊 母后请放心 我们西齐是正义之时 更有江丞相这些齐能义士相助 胜利指日可待啊 我们进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后 母后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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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上 上 母后 摩将军 我们成功了 把他们两个押去见文太师 姬发 你竟敢背叛朝廷 自立为王 实事大逆不道 文太师 你逆天行事 助纣为虐 才是不道 你做了阶下之囚 还敢胡言乱语 先把他杀掉 慢着 我要他下令西齐投降 自己到朝阁请罪 你别做梦了 我死也不能让百姓 置身于水深火热的暴政之下 姬发 中军爱民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 可你竟敢自立为王 我看在跟你父亲多年的情分上 只要你肯签下降书 我可以在带王面前求个情 饶你们不死 他这个暴虐的昏君 什么时候饶过人了 我父亲商荣 一身忠君爱国 为了替太子求秦 也被他逼死了 你还为他尽忠 住口 先把他们关起来 让他们好好想一想 要是顽固不化 先把他们杀了 再攻打西齐 是 走 西齐也有很多能人异士 为防他们来救人 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 太师放心 我可以施法求助他们 好 你怕吗 我不怕 只是担心 不知道太后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要想办法 尽快把五王和王后救出来 师叔 还是让我先化身进去探听一下吧 好 你见到五王请他安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去救他们 是 清君 要是我们明天还不答应归向文太师 说不定他们会杀我的 你人正治国 造福于人民 一定福大命大 丞相会把我们救回去的 要是他们救援不及呢 那 我们就为西州牺牲吧 这样更能激起民愤 西齐的将士 会誓死替我们报仇的 那 朝阁也不会够安 我的王后 真是大仁大义 为国为民 视死如归啊 有这样的五王 才有这样的王后啊 原来我们这儿 已被那魔理红用法术封住了 连飞蛾也飞不进来 他是怕江丞相派人来救我们 长想不是派人 是派了一只飞蛾进来 我在这里呢 你是 我是洋简 你是洋简化身的 是啊是啊 不过我飞不进你们怎么办 看来 他们是用妖术封住我们了 你回去请丞相 想个办法救我们吧 好的 五王王后请放心吧 我回去 请丞相想办法 还有 就算不能救我们出去 也叫江丞相千万不能投降啊 五王不用担心 丞相一定能救你们回去的 我们当然不会投降 可是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 以保五王和王后的安全 那我们以牙还牙 把文仲抓来跟他们交换 这个办法行不通的 我看我们还是出齐西齐的兵马 跟他们硬拼一场 趁乱的时候 一队主要去救人 杨简知道求因所在 那队就让杨简带吧 这也不妥 乱军之中 难保不伤及五王和王后 是啊 如果他们有五王威胁我们 我们也非抛下兵器 投降不可了 那就只好去向他们投降了 你说什么 丞相 吴承王你回来了 是的 我听到五王王后被俘 就立刻赶来了 到达真君救了天化 是的 好 天化平安回来就好 最重要的是 五王王后平安回来才好 丞相 文太师在城外 让你出去见她 她是 那是劝降来了 丞相 那我们就出去投降吧 把激发商庆军推出来 快叫他们投降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们 吴王 丞相 你们不要管我 千万不能投降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我的手机放下来 激发商庆军的人头 就落地 想不到我将上功亏一亏 文太师 你胜利 降书已经备好 你快过来签署吧 先把五王和王后放过来 你签了降约 我就放商庆军回去 你 你 记发我要带你们回朝阁 请代王发落 我可以保你们不死 丞相 千万不能签 不要受他的蒙骗 就让他杀死我吧 你要负起星舟灭咒的大任哪 五王 大势已去 我们还是降了吧 不能 不能啊 把降书给他 是 把江子牙留下 把激发的妻子回去 是 丞相 真想不到 你 王后 赶快回去 我自有办法 西齐将士听着 你们的五王跟丞相 已经向我们投降 赶快放下武器 回城去吧 谁说我投降了 降书是我签的 我可做不了主啊 先把激发给我拿下 慢着 这也是假的 你们看 哈哈哈哈 给我杀 给我杀 我再想这个暗示 我是为母后报仇 我事为母后报仇 母王听起来 大敌当前 还需要地方 文中有什么举动 原来道长 是江子牙的师弟 还竟待望奉位国师 真是师敬啊 太师不必客气 我那师兄贪图富贵 在凡间大开杀戒 我作为他的师弟 一定要阻止他 胡作妄为 道长能否抓他回山 等候尊师发落 我师父偏向着他 那么道长 师父可以帮朝哥 对付江子牙呢 我又怕同门相残 到时候师父反而怪罪于我 那么道长的意思是 太师 我可请一位道数甚高的道兄出山相助 到时一定能帮太师平复稀奇 好 那就有劳道长了 申道兄 赵道友 申道兄不在昆仑传道 怎么会到峨眉山来探望我 赵道友 不瞒你说 我是有求于你 此话怎讲 县下刀兵四起 我本着悲天悯人之情 下山相助朝哥 想平定叛乱减少杀戒 我被昼王封为国师 道兄 我并不是贪图着功名富贵 想平息叛乱之后 就回山修炼 申道兄 果真是清高 这人间的富贵繁华 你都不屑享受 今天到楼福洞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是这样 我师兄江子牙私自下山 他贪图功名利路 帮助西齐造反 你们结教的九龙岛四圣 跟摩家四将的摩里兽 都给他杀了 竟有此事 是啊 好 到里面再说 好 请 请 现在文太师被江子牙逼得兵败将王 商周江山眼看不保了 因为我和江子牙是同门 所以不便师兄弟之间相残 想请道兄出山相助 好个江子牙 竟不念产劫两教之秦 连伤我的同门 我赵公明绝不会放过他 如果赵道兄肯出山相助 那江子牙就不足为患了 不过他也有很多昆仑同门相助 恐怕 只要我去三仙岛我妹妹那儿借来浑原金斗 哪怕他有多少同门相助 也一起收了 这就太好了 只要赵道兄能收服江子牙 平复西齐 我就把国师之位 让给赵道兄你 我回山前心修道了 道兄此话可真 那还有假 我的道数跟福相都不及赵道兄 当然是诚意相让 好 我们这就去三仙岛找我三个妹妹 好 道兄前面道 好 大哥 大哥 熊枭 大哥 你怎么好久没来看我们了 大哥不想妨碍你们练道吗 这是产教的申道兄 道友 我这里有礼了 云霄跟碧霄在哪儿 他们都等着你呢 大哥请 好的 来 请吧 请 大哥 七日奉鸣齐山 应该是今世圣主 你为什么还要下山去惹这场是非呢 云霄 江子牙杀我同门 是他先犯杀戒 你为何帮他说话 我 我不是帮他们说话 只是请大哥不要插手商周之争 还是回峨眉山浅修炼道吧 云霄仙子 这样说就不对了 朕凭叛乱制止杀戮也是一场功德 何况江子牙连伤你们结教同门 如果不收服他 还可能引起两教更大的纷争啊 云霄 这位申道兄说得也对啊 就借混元金斗给大哥去用吧 借混元金斗 恕我不能从命 云霄 你竟然不念兄妹之情 大哥 我劝你打消下山的念头 回峨眉山吧 好 你不见我就自己下山 难道我还剁不过江子牙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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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走 我们再劝劝吟霄姐姐 大姐 何必为这宝物商兄妹之情呢 何况大哥下山也是为同门出气啊 如果他的道数不如人 就会像九龙岛的四圣一样 有杀身之祸呀 是啊大姐 难道我们看着大哥去冒险吗 云霄 我从没求过你什么 要是你真不愿帮忙 为兄的也就算了 大哥 这混元金斗是仙界的神物 你只可以用作护身 不能忘开杀戒 云霄 你大哥也是修道之人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 好 那我就借给你 可是 你千万要小心行事 谨记 不能忘开杀戒 好 大哥 大哥 希望你尽快回山 把金斗还给我 放心吧 我们国师申道长 对赵道长推崇备至 能够得到赵道长下山相助 那稀气一定值便可平复啊 文太师太客气了 请请 申道兄实在是过奖 那江子牙屡伤我同门 申道兄和文太师不请我来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不知赵道长如何应战呢 贫道要在峡谷摆下石绝阵 要把江子牙等人全部困死阵内 好 这石绝阵是我结教的奇阵 得先天清气内藏混沌之机 终有三首帆若人入此阵 啄雷鸣之声人便化作灰尘 看这是地裂阵 在这地裂阵内有一红番 朝洞时有烈火起 凡人仙家进了此阵再无复生之离 封后阵内有封火 若进此阵结束难逃 那寒冰镇上有冰山 像狼牙一样 下有冰块又如刀剑 神仙入了此阵也难免云暗 朱镇之中 以洛魂镇最厉害 这里悬挂着结教的神物浑原金斗 神仙入内也魂魄消散 此外还有金光阵 化穴阵 烈焰阵 洪水阵和洪沙阵 都是奇妙无穷 厉害非常 任它倒数多高也难以抵御 赵道长布下这石绝阵 西齐总有多少奇人异事 也难逃此劫 那我们马上派人去叫他们来破阵 好 原来他们请了赵公明来布下这石绝阵 什么石绝歹绝的 我看只不过是虚张绅士 故弄玄虚 我们立刻就去破阵吧 不能小看了这个阵 师叔 这个阵有何厉害 这是结教的奇阵 变化万端奇幻无比 此阵挡住我们进军必经之路 如果不能破阵 岂不是永远不能进军 报告丞相 敌军元帅要丞相前去破阵 告诉他 不然就不能进军 死守也会断粮 就是怕他趁着空荡时间去请同门相助 任他去请谁相助也难逃石绝阵的结束 不过海兄说的也有道理 为免生枝节 还是快点收拾西齐这帮叛贼才是上策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就先用魂魂金斗射去江子牙的魂魄 那西齐就好像蛇没了头 这个办法好极了 好 好 拿下 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道长 怎么样 奇怪 只收到江子牙的两魂六魄 还有一魂一魄在他体内 那岂不是不能完全成功吗 不过现在 他失去了两魂六魄 已成为一个魂魂顿顿的废人了 师叔怎么还不出来 大概是昨晚推向破阵之法 睡得晚吧 丞相无论睡得多么晚 都是一早就起来的 这就奇怪了 师叔想到破阵之法了吗 他还没起来 还没起来 不会吧 我们去看看 好 好吧 南公将军 各位兄弟 丞相只是破石掘阵的计策了吗 没有 怎么了 丞相呢 他还没起来 他会不会病了 不会的 昨天他还好好的 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进去看看 好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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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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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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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